20名完成培训的学员是现场调制饮料及水果切盘展现学习成果 到现在我已经在这个制茶的领域上已经有八九成左右 对喝茶有兴趣所以来参加了我们这个制茶课程 那在这个制茶课程当中我们学到了这个茶叶实际上的实际操作 那我们有我们的成品乌龙 东方美人 还有金圈 那另外就是我们一条课程有一条龙的设计包括这个手条饮 我们学会了手条饮的制作 还有就是咖啡机的操作 那在咖啡机的操作上面我们还学会了卡布奇诺的制作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张头分署洗手大一大学 从4月27日起到6月19号在大一大学办理300小时课程的 制茶技术及饮料调制技能培训班 跟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张头分署申请 我们安排了300个小时 包括有制茶的从最基本的到最后茶叶的烘焙完成 后段的饮料调制 当然除了茶之外还有水果还有咖啡 这些都是让学员呢具备两项专长 如果你对制茶有兴趣 你未来可以从事制茶的相关的工作 但是呢市场上最多的职缺就是在饮料调制 所以我们这一班的学员都是目前希望能转业 甚至对茶跟饮料有特别兴趣的 我们希望在老师的强力的就叫教导之下 那后面要配合他必须要考证照 所以我们有制茶技术的证照 也有饮料调制的证照 那在之前他要考证照之前 我们会特别安排数科的加强班 培训班的课程结合制茶 饮料及微型创业 帮助学员养成双双肠 并辅导学员考证照 期盼学员未来投入相关的产业 发挥所长 发挥所长